中国女篮队阵塞尔维亚比较打了5分钟 在塞尔维亚上篮打进之后 中国队已经落后10分了 上比赛可以说是开局无力 面对欧洲冠军开场的狂轰烂炸 中国队首发阵容似乎是有点顶不住 王思宇是换下了李源 看看更换阵容之后的中国队 会不会有一些更好的表现 现在场上中锋位置是杨恒瑜 大前锋黄思静 然后小前锋是李孟 后卫是王思宇和杨立维 然后一刀抢断 给他王思宇 给他甩给杨立维 好球 黄思静的2加1 这球能不能吹向中国队反攻的号角呢 咱们拭目以待 加法命中 二三联防 我要特别注意对方三分球的地方 杨立维给他王思宇 哎呦这球可惜了 自己拿篮板球 这下造了一个犯规 这下王思宇确实没有接好 这球没有接好 所以调整一下上篮没有打进 反应是非常迅速 自己拿篮板球 二次进攻 造了犯规 王思宇 他都发定了 然后都发定了 过去40秒钟再打了一波5比0 哎呦 连续的丢篮板 最后这一架是给了杨丽维的犯规 看一下杨丽维换上王莉莉 杨丽的篮板 王思宇给到杨丽维内线抢起 好球啊 缓开对手之后上篮打劲 也就一分半 中队已经日向分差速度三分了 替补这一套阵容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一节赛维亚就是准啊 这种三分就是一升一个准 王思宇好球 突破效果非常好 黄莉莉 再给到黄思宇 黄思宇 阵线的李莫 抢起 2加1 这段虽然防守的时候 有些回合还是防不住 但是进攻端已经是完全找到感觉了 加发命中 再度换人 换下李梦和黄思敬 换上刘嘉诚和王莉莉 这一节两队都犯满了 再度犯规都要罚球了 王思宇的篮板球 阻挡犯规 王思宇两罚机会 王思宇上来之后 全队的进攻彻底盘活了 场上有一个好的组织者 非常重要 两罚全中 王思宇 王思宇篮板球 杨立伟给到刘嘉诚 内线杨文宇 抢起 给了一个犯规两罚 他 踩起立明是非常开心啊 然后又做出这种高端的动作 逼发没有 哎呦两个啥球可惜都没法进 看看第一节能不能反逃 防一个再攻一个 哎呦这就对方自己滑倒了 给了一个护赏球 王思宇好球又是王思宇 哇这个姑娘太厉害了呀 我们终于是反超了 有加成了篮板 黄莉莉 王思宇给到杨立伟 好球 和时间赛跑 第一节结束终于领天三分 主攻之神当是王思宇了 这球给了也是很及时 杨立伟也轻松上篮 看看第二节 顶着杨恒鱼上篮打进 杨立伟也轻松上篮 杨立伟也轻松上篮 确实是差一点意思 跟韩旭和李克柔相比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这球传球有点太随意了 直接被对方抢断 对方上篮居然没打进 换一下王莉莉 换上李梦 这两个推人范围 杨立伟也轻松上篮 讲过了 好球 文章 一路一路三分 上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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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力伟的篮板球 给到李梦三分出手 歪了 这边给了杨立维的犯规 球全又是给到中国队 原涵据了一个中投 看到这个视频园是有一些缺失 但在那一段也没看明白 我们最后球箱又给到中国队 这次就是做了一个组部 潘城奇 我们第一位枪挡 给了一个打手犯规 这个后卫现在是换上了李源 李梦点一下突进篮 上篮没有 再维下这边上篮也是不重 你弄一个备运 比较含蓄 来个中投 这就对方直接失误了 中间又缺了一小段 但是不影响整体的观看 底盘还是29比23 赛尾亚是一级中投 29比25 还是前上球 好 所以我要再上罚绝线 29比26 杨宇给到潘真奇,李梦一位强打 转身上篮,好球 像比赛,李梦外线是投的很少 全都是冲内线,打的非常的强硬 李源推反击 给到胡顶李梦,还是强打内线 黄思健,好球 黄思健看了一下脚底,确定是三分之后 干脆的一个投篮,稳稳的拿到三分 好球,继续比赛 来到五分之后,再比较快 五分之后,在冲他 出红了一分之后 从哪儿打开到封印的 三远机,进手等等 散递机,一个招募 来到最后三分之后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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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